你好 欢迎收看4月2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现场徐中卫今天率领县府团队和立法院国民党团的总招 冯昆琦召开了0403赠灾重建条例二毒联合座谈会 仔细聆听受灾户及各个产业需求 也呼吁中央赶快完成三毒 以推进赠灾重建工作来振兴花莲 现场徐中卫感谢全国各地对花莲的关心和慷慨捐款 并汇报目前的灾况情况 表示目前有54栋红单户和58栋黄单户 部分房屋可以进行修缮 但对威胁公共安全的楼房将进行强制拆除 强制的部分共有9栋 后续不管是展开原地或是毅力重建的工作 县府会积极和受灾户来进行沟通 这个红单的部分共54栋黄单的部分共58栋 那我们现在这个红单黄单还是 我们在这个整个屏幕当中还是有一些是可以修缮的 所以对于有利己性的倾导 维护那个妨碍的公共安全的部分 那我们就会把它们这个强制拆除 所以我们强制拆除会拆除9栋 那像乌永幸福早餐店是第一栋拆除 之后的旁边有三栋的平房也拆除 那现在花一村是第四栋 第五栋拆除已经拆除了 几乎今天会把它拆除完毕 之后北宾路的2号、2至1号是明天开始拆除 昨天今天让我们这个把称架做好 支撑做好让大家安全可以继续搬东西 为福根基表示0403地震发生之后 整个灾区在县府努力以赴之下 已经逐步拆除毁损建物 并且全力办理安置灾民的作业 未来我们更是清楚地发现 这个公园的太鲁哥公园 如果要再重新开幕的话 我们坚持安全第一 因为在没有明隧道的地方 就是这次最多罹患者发生的地方 也包括整个台九线书花公路 也都是在没有明隧道的地方 亦或是书花改的路段才是最安全的 所以我们再次的要求太鲁哥国家公园 如果要开远的话 整条路都必须要做清楚的明隧道 我们不能再让国内或国际的这些观光客 来到太鲁哥 却随时有生命的危险 我们再次希望中央能够听到地方的呼吁 能够让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到华莲 平平安安的回家 现在许说表示感谢鲁哥乡正理 在这场战断当中 给予无视关怀和支持 国际上万间站仍继续运作 也希望以安置在民宿 或因亲的灾民持续参与活动 减轻地震带来新负担 记得既然怀疏了